大家好 我们知道在前一段时间 乌克兰军队在巴赫穆特附近发起了反击 它主要是在巴赫穆特南北两翼进行进攻 我们前两天的视频当中 已经看到在北侧的水库区域 以及赫穆洛夫公路拐弯处已经进行反击 南侧是在伊万尼富斯凯南部进行反击 现在我们要看一下新的视频 乌克兰军队在更大的范围进行反击 这是在库尔米九夫卡的西侧进行的反击 它离巴赫穆特有十多公里 刚才一开始视频 它显示的位置实际上是对方的阵地 乌军选择了在夜间进行突击 我们要注意到近期 乌克兰的很多视频反映出来 乌克兰更看重于夜战 这可能是乌克兰自己感觉在夜间 它的装备要优于俄军 俄军的反击准确度可能会下降 受夜间这个视线的影响 我们也看到大量的夜市装备 进入到乌克兰军队 这样子的话 乌克兰可能在尝试在夜间发起进攻 降低它自己的这些损失 好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它的战果 把白天侦察到的防空洞的位置 现在它重新看了一遍 基本已经破坏掉了 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战斗的位置 这个战斗的位置 发生在库尔米九夫卡的西侧 离库尔米九夫卡大概有四公里多 在公也在公路的西侧 所以乌军最开始的目标是要把俄军 这个进攻应该很明显的显示出来 乌军的进攻方向是尤西向东 它配合着上头的进攻 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有些进攻 可能从伊万宁夫斯凯 这个方向的话应该是 要由北向南的这种进攻 它是从两个方向 乌军发起的这种进攻 好我们现在来看一段下面视频 最近的视频我觉得还是大家分析一下 还是发现和以前的战斗有不小的区别 也就是最主要的就是夜间的战斗开始变多 这样的话双方的装备的差异就能体现出来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定居点 这个坦克在定居点的附近活动 这个林间这个田间公路的形状 绿花带的形状 我们大家就可以待会和电子地图进行一个比对 在这一段视频当中我们主要是观察一下 它到定居点的各个方方向的位置的变化 最终坦克是被无人机击毁的 这个在视频上是看不出来的 好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下 这个坦克被袭击发生的位置 它是在我在地图上已经给大家标了出来 它实际上离克里斯 克里斯奇福卡是西侧的两公里多2.8公里 这一头最明显的就是这个定居点的形状 大家注意看一眼 当然它这个小定居点东西比对不出来 但是我们你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它右侧的这个绿花带的形状和左侧绿花带的形状 以及这有一个公路的拐弯 这个这几个特征大家是可以去比对一下 这个地图位置应该没有问题 我们说它离克里斯奇福卡是2.8公里 这个区域实际上我们在以前的视频当中 给大家分享了很多 它离巴赫木特的南郊非常的近 在这个区域是俄军对于南郊进攻 俄军进攻南郊的一个主要的后勤补给点 俄军现在开始对这个方向进行威胁 也就是说威胁到俄军的后勤补给在这一侧 另外我们接着看一下另外一个视频 就是这是在巴赫木特北侧发生的战斗 这是帕拉斯科维伊夫 这个战斗也相对来说就比较简单 就是主要是突击了这门火炮 第三岭火炮以及周围这个弹药库 就现场的弹药吧 并不是弹药库 我们注意一下它的这次侦查并不是通过四旋翼的飞机 进行的侦查 现在乌克兰也开始大量的使用 这种带巡航的飞机啊 我们直接切到这个位置 我想就是帮助大家 识别一下地形 这个地图上这个点 大家和刚才那视频 这个是非常容易比较的啊 这个公路的规则 大家一看就能看出来了 我们把它缩小呢 克拉斯一 它的位置处在巴赫木特的北侧 正北方向 所以我们现在就能看到乌克兰军队是从南北两个方向啊 同时对巴赫木特实施一个包抄的一个动作 当然了 现在有消息说 在这两方向俄军已经稳住了阵地 所以最终的进展是什么样 我们值得观察 但是现在可以看呢 双方的动作是比较大的 好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